字幕提供 歡迎來到膠視現場 plastatephoto.hk 今天終於上手了 我現在還未評定到我的心境 我是不知道說什麼 因為膠視是找東西插的 找不到位置 有,重了一點 不是啊,真的不是重的 是小了很多 我找到啊,我這些窮人 舊電很貴啊,二千多人 四萬多元,二千多元是很合理的 但是旗艦機來說,它是最便宜的一部 嘩,這麼小的 一向都不小的 跟舊電一樣嗎? 其他機大一點,它更小一點 但是,最主要的感覺 我會覺得是 我現在完全不適應 就好像第一次開電動車一樣 剛才我看到很多功能 其實,這一部機真的是真實的一部 傳聞機 無論你是做什麼的攝影師 你明白有些是攀山攝水 夜晚拍野獸 Fashion的啦 拍星空啊,拍Fashion 甚至好像我以前做過劇照師 它是因為沒有機械快門 完全沒有出口聲 沒有聲的嘛 無論你是任何行業的攝影師 這部機器也是一倍的 除了攝影師之外,攝錄師也是 因為它真的是8K 未來更新,還有ProResWall 內錄ProResWall 還有2.3倍的成,然後是4K 其實我們就不要在這裏講 因為說不定 太長了 會不會overheat的啊 官方的SPEC就說它是最遲overheat那一部 這部機是聽了我們說話的 反螢幕 唯一被我們捉到 這個位置 是不是可以說少少 譬如我這樣,就不行 要這樣 即是怎樣呢 即是如果我拍高炒 手就是在下面按 其實都做到 是合理的 如果可以在上面按就更加好 即是加了按鈕給你 因為有時候你是想這樣 下來 因為你的shutter在這裏 變成螢幕如果可以這樣下來 就合理一點 即是內向外 就是向這邊 對 那它在下面是合理的 在上面高炒 高炒就不是直到手勢了 對,就要調轉木機 那都合理的 當你高炒的時候 你這樣駕駛應該要這樣駕駛的 其實我不知道合不合理 但是 沒有投訴 即是我不會去評論這件事 是設計問題 因為它有,它做到 那已經夠了 我已經 我不會說了 找不到基本 它的單位很神奇 有直到單位 不用猜 直到單位這件事 其他牌子有的 其他牌子有的 這個牌子以前有折起 現在不用了 iPhone那樣 啊 世界變了 這部是 我沒有想過一個首舊的品牌 會出一部 走得最前 對,這次真的走得最前 真的 真的摒棄機械快門 這件事是完全想不到的 這部機是無敵的 暫時來說 不是unstoppable undefeatable 是啊 還要拿一個Price point 是旗艦級裡面來講 三大品牌 它是最便宜的那一部 這件事是超出我們想像的 我們還是讀PowerPoint 好啦 喂 為什麼突然間這麼快回來的呢 不是因為呢 我真的很興奮 興奮得很亂 你有多久沒有試過 有新產品是有這種感覺 是啊 真的血脈沸騰到就是說 還要是 我們真的會坐在這裏聽完整個PowerPoint 每一樣的消息呢 都是 訊息量太大 是 嘩 這些東西以前是要用一個人 去特定是for這個function的 現在這部機做了 同一個這樣的概念 好多個錢 打過來打過來 那我立刻覺得 喂 究竟我們作為一個攝影師的存在價值去了哪裡呢 就是相機操作完了 這樣下去已經真的 除了這件事 就是這一件產品呢 是令我有少少恐懼的 就是恐懼這個科技 去了下一個stage 這一件 不是我們以前見過的攝影產品 是的 就是如果大家還在用以前的角度 去認知 是 一部旗艦機呢 其實我想 可能我們自己都要勾勾的 就是 另外一件事令我 血脈沸騰的呢 就是Nikon這次的用心 就是 這一部機的全面呢 是說著 每一個細節 是我考慮到的 嗯 甚至我們沒有考慮過的 做了 都有 有 而那些貼心的心思呢 應該是真的 聽完所有不同類型攝影師得出來的建議 是 不同類型是很對的 因為他不斷 每一樣新的細節加進去 咦 這件事又不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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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其實 其實在每個層面的攝影師 都有很大的幫助 突然間我插一插嘴 我感覺我不是去到Nikon法部會 因為我從來沒試過去一個這樣的Nikon法部會 因為 我們都有講過很多品牌的歷史 就是 呃 將人精神 光學結晶 不聽其他人的意見 哈哈 這個是很普遍大家對 或者可能 不是不聽別人的意見 他對自己 或者可能 他對他自己的target audience 有一個特定的追求 他只是失敗那一半的研究 你搞錯了 他不是 不聽其他人的意見 因為他以前的高度太高 嗯 他這次這部機 如果要追溯回 上一次有這部機這麼厲害 是講的當然是大F 就是顛覆性 因為 當時是 由這個S系列 SP 轉做 Rangefinder 變成 大F 到F2 是全世界都掃了 是啊 沒錯 他這次是有這個小的 是啊 不是開玩笑的 那 Nikon一向都是這樣 嗯 只不過他發完這下大招之後呢 他就會很欣秦 現在這個新的Fature 即是Stick for 20年了 是啊 但是你可以明白 就是這一部機 夠你玩 是未來的5至10年 是啊 我不敢說10年了 至少未來的5年 肯定是不需要換機 是啊 那我是沒有想過 即是現在的周期呢 你知道一部機可能 兩三年你就要換 一代啦 但是這部機 你是一種顛覆性產品 對我來說 即是想起如果換機 可能是市場上面 對相機的要求 令到 我覺得我需要換一些機 這個是我們以前的舊思維 是啊 沒錯 新思維是什麼 這部呢 就好像一部Tesla 是啊 你的Frameware update 就是一個新車 是啊 那它現在其實就是這樣 還有呢 我們經常都會 在比評三大品牌 我一直都對NICON 是有點擔憂的 雖然 即是說在Z62 Z72 這一段時間 其實都見到 真的多了很多 用家 就進回去NICON 這條坑 但是我永遠都最擔心 就是說 有很多很關鍵的黑科技 就掌控了在SONY手中 但是 今次 我都在那個場合裡面 都放了很封的 那顆CMOS是哪一家做的呢 那你知道 這場合有很多 就是很關鍵的人在那裡 在那裡坐 這個不是SONY的 是 我們做過功課 都知道是Talas Semi Electronic Semi-Connectar 但是 我又打過CMOS 又看過那些反光 覺得 咦 又是像SONY 哪一家代工呢 很多氣氛 很多人在那裡吶光 重點在於就是說 今次NICON 擺脫了SONY這個黑科技 再加上其他 我們經常說 對焦技術本身 大家都認定 就是比其他品牌 是有些落差 顏色科技 Skin tone 都好 都是在這麼多品牌裡面 相對來說 是比較缺失的 但是今次試完之後 大家都回來 尤其是我們就 後面那一段 聽說早段那些 其他品牌打手 去到現場 都 最初都是 有少許輕烈的 是啊 後來聽完之後 都很認真對待這件事 就開始做功課 認真拍 所以 真的不能說笑 這件事 或者我們 先當它是一部相機 是 是 我覺得它在機身上的設計 整個質感 其實跟以前單反的設計 實在太相似 相似 你以為是一部單反 是 一些 用開licon的標準 去到這麼多年之後 去到D6 轉了這部機 體積縮小了 少了一點屏幕 就是少了一個LED屏幕 那整部機 駕上手 黑眼 或者全黑環境 很惡劣的環境 你正在看著裡面的UF 然後轉了這鍵 按這鍵 幾乎是一樣的 那些位置全部沒有坐的 是啊 那你說到了 全黑環境 以前那些鍵 是不會著燈的 現在呢 我真的沒想過 是NICON會做這件事 是在暗黑的環境 我們不要留意的 因為鍵盤有燈 很合理 原來 想起來其他機沒有的 是啊 原來那些鍵應該著燈的 那我又想回 是啊 以前我們晚上拍照呢 下燈 真的有時候 就是靠摸黑的 靠摸黑的 新手機 就是新機拿回來 不懂按按鈕 咬住支結筒 什麼啊 現在iPhone不開著燈 照著它 是啊 這些細心的位置 然後再加上那個 紅色畫面 是啊 這個真的 我自己就用不著了 是啊 但是 影星空的朋友 永遠都要開著紅燈來照明 我就明白了 是啊 是啊 哪有這麼細心的呢 就是為什麼你 很細緻的 紅色的模式 是分了兩個版本的 一個就是說 無論你拍出來的東西 進去Menu 就完全又是鐵血戰士的紅色模式 但是很多時候 你不是每次都去到這麼深刻的環境 尤其是 譬如說我當影筆的光 我要看到那個畫面 是在黑夜之中 有一些綠色的飄 或者銀河的時候 會有一些銀色的影 那樣 那你又不可以完全 好像星空那樣 要全紅了 他又聰明到呢 是可以將它 用一個彩色畫面 但是所有干擾到你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字 白色字 ISO啊 霍雲光軒那些字 是的 Overlay上面那些字 就變成紅色 哇這件事就是一早 應該有人想到的 這次就真的做了 黑夜的時間 他就有個這樣的設計 但是我呢 就通常日光日白 或者日落的時候 景大日光呢 我就面對另外一個問題了 瘋瘋的 就是整天在EVF 甚至之前單反年代 我都是看得不清楚的 是啊 我這個是 真實光都不夠的 是啊 靠古的嘛 他用的Sony都是這樣 灰光是黑了 看不到的 因為我們下燈的額光 一定是看不到的 我一定是看不到 我也是靠古的 所以呢 我有時候根本就不看 Wheelfinder 我不是不想看 因為我看不到 沒有用 喂 但是這次呢 他的EVF呢 有一個神奇的 可以提升到七級 因為他原生 因為我剛才都有問過 但他們沒有人回答我 就是說呢 他那個 無論是LCD也好 還是EVF也好 都去到三千流明 是的 就是這件事 是我們要特地插個Fuel Monitor 為了看HDR才會放下去的 是的 但是現在 就是變相 他官方沒有說到 就是說其實 應該可以實時看HDR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你三千里 在Fuel Finder看的時候 那就是剛才嘉豪說到 現場光很光也好 我下去不用適應Fuel Under 還有好像剛才你說 在影流影的時候 本身你是模擬了現場 是黑了的 那你又提升到 已經這麼光的級數的時候 那它解決了很多問題 剛才我的錯誤都選擇了 咦 這麼光的一格先 然後原來是Under 所以明白到 它幫你暗位推光是方便很多的 喂 再說 它那個 現在沒有了機械快門 是啊 那其實就是正音快門 是啊 它可以教有聲沒有聲 那首先要讚一讚那個聲 真的跟你的波子一樣 有高低音感 真的真的一樣 你想模擬哪一輛車 這個很元宇宙的概念 但是呢 我們有時候會做劇照師的時候 你小小聲其實都會給別人瞄的 嗯 尤其是收音呢 是跟你劇照呢 是敵對的 劇照你又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是啊 我們聽到叫Cut 就是這樣按的 就是你可不可以Cut了才拍呢 一Cut之後 做一個把握那兩秒的 還有表情的演員 還有有時候你想拿個機位 那當然是最漂亮的那個機位 就是CAM拿了 是啊 你一定是洩上去的 洩上去 那當然是收音日日的那個位 是啊 那是死得的 那好了 以前我們怎麼做呢 我記得我小時候那個年代 我的5D Mark II 是要買一個燒音盒 是 然後在外面按 按就辛苦了 潛水盒 幾乎有些人開個洞而已 對 失去面子 但是那個點是呢 已經燒了音了 都給它瞄 那時候怎麼解決呢 那時候就買了一些小機 就開個靜音快門 但是那些相片是放不大 是啊 沒有事情就好 就好 假裝還說要做海報 你也挺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經驗 但是這部機 這部機是顛覆了整個行業 是啊 是啊 因為雖然Sony的人都用了很久了 是啊 靜音快門 但是這部機的靜音快門 是不一樣的 是不同的東西 還有它沒有黑評 是 這次真正沒有黑評 真正沒有黑評 不會折隔 不會折隔的黑評 有些還說 拿回前兩格出來 這個不會的 順暢的 而這一點呢 是跟我們以前單反那個年代是不同的 是啊 因為甚至你單反機 你都會有個反光鏡上來 是啊 現在連這個都沒有了 是啊 即是連 即是對家都隱藏得很好的 就是Colin所說 就是說 它給了一個連續的畫面來 但是它就會拖鏡 111 是啊 23456 所以你有時用那些機 你追蹤是會掉了 哎 你只會追蹤 因為你以為你還在鏡頭裡面 是啊 但是它騙了你就反而你去了 即是這一下就 無論如何都放回來了 這個芯片我覺得太強勁了 即是現在呢 那個 又要再說那個對焦系統 是啊 即是隨便有東西走前面 飛一飛過 它都對到焦 最恐怖的是 它在show case裡面 有一隻鷹向前飛 其實這些東西以前是很難對焦的 是啊 即是你高速向前的東西 很多時候會 就算它過了 你很快就對回後面 它現在沒有了這個問題 是 還要有它認那種東西 譬如我正在拍這個綠色 正在飛的鳥 你一隻鳥飛進來 它認到另一隻鳥 會給你一個紅色框 很變態這件事 我覺得很誇張 是啊 還有呢 剛剛它不是有一個 它說的時候 就是 一個人 一隻狗 一隻狗跳的時候 就會放一隻狗 是啊 然後一個人不動 但是它一跳跑 它馬上追一隻狗跑 好變態 其實哪一個東西 先動拍哪一個線 這東西是 很合情理的 很合情理 因為所有攝影師都是 你掌握那個時刻 是啊 我當然是 很簡單 你那樣東西動 如果不是我要的 嗯 那我拍了那張 不動那個可以讓我再拍的 是啊 但是如果動那個 我拍不到就糟糕了 咦 你的腦子已經是相機裡面了 是啊 所以說得很清楚 就是AI Deep Learning的AF System 一定是你教的 所以這件事情 真的買機送技術不是開玩笑的 超越了 超越了 現在要求的技術是另一個層次 就是你不要想著 你有技術 你就可以是一個稱職的攝影師 沒有的 以後不是一件有什麼事 以後你一定是要有創意 是 你對構圖有獨特的見解 是 你一定是對燈光 或者光影的認識 嗯 你才可以做一個稱職的攝影師 這個要求一定是 大大提升 是的 在使用這部相機來說 剛才的Passcon 已經是適用的了 所以不需要怎麼學故機的 我們要學一下 我們怎麼去拿構圖 那麼 最後講兩樣 我覺得很細心的事情 那麼第一點呢 我有機會用的 是什麼呢 就是插條USB-C 是 可以插一部iPhone 可以插Sony的Android電話的 聽說話 是啊 Android電話而已 是要focusSony的 Sony 我不知道行不行 會不會知道Sony會剪掉 我不敢肯定 這個還沒試到 很值得買的 Sony 因為抱一部機高的螢幕 是值得買的 HDR 是啊 你問個Fill monitor 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是融合很好 那麼最後一樣呢 就是那個Timelapse Timelapse 它是自動申請的 自動申請的 自動申請有8K的影片 另外再有4500萬像素的相片 照舊 維持在這裡 所以呢 你講都講到這麼卡 怎麼可能不是坐回來講呢 還要講的 因為我Patrick 就是拍Timelapse 我也有聽過他上課 他還有Francet Show 以前我拍Timelapse 我們要另外加一個 Pub-in叫Holly Grail 就是因為 無論相機也好 現場也好 都總有一些突然間 Factuation的光臨的因素 還有那個息溫會不斷跳 對 對 這部機幫你弄了 沒有啦 沒有這件事的 現在Nikon是搞定了這件事的 連Patrick也說 初初呢 打算試一下這部機 快點高像素 跟我Timelapse沒有關係的 他試完之後 行了買了 因為現在那個deep learning 我不知道現在究竟發生什麼事 他是做了我們人做的事 他有示範那條片 自動那條片 還有他那條片 顏色漂亮很多 但是 順滑度 真的差不多 我找到我插Nikon什麼了 什麼啊? 他拍一些宣傳片不夠 是 是啊 這些宣傳片好像 好像是20年前 和30年前 都好像差不多 這個真的抵死 我們剛剛才說 OM的宣傳片 令到我理血液沸騰 他現在的部機 令到我理血液沸騰 但是他 沒什麼好做宣傳 他的宣傳片真是令人火滾 但是部機 每一個功能都可以拍一條宣傳片 他那個老土是unstoppable 差點說漏了一件事 我們明明帶著很想解決的一個心態 為了去這個發佈會 就是想解決 如果沒有了機系快門之下 會不會影響閃燈的performance 去到太多信息overwhelm了 差點漏了這個point 是啊 那現場 Emil 就在用Prophoto的Pro10 嗯 其實這隻燈是現世上 最快duration的燈 我不同意 是啊 我很後悔今天 沒有穿Prophoto的T-shirt 是 你看到他的效果 他就用了一個單點的trigger 是 那就是說 在用最基本的閃燈同步 就是沒有high speed 是的 大概在用200分一秒 那麼 他的spec 就寫200到250 他表演的時候 就用200 那這裡大家自己衡量 嗯 如果可以的 我當然是用250 如果給我表演 是啊 但是為什麼用200呢 question mark 是 但是呢 high speed sync 他在現場就沒有表演到的 是 那我跟Emil 私下有聊過 他跟我說 就說沒有問題的 是用過的了 但是呢 他就試了16分一秒 嗯 未試8千分一秒 是 那我現在呢 就最希望呢 拿了Nikcon 這部機之後呢 就拿一些神牛的high speed sync 是 甚至Votex的high speed sync 是 看看能不能做到 是 因為呢 以前呢 標榜8千分一秒high speed sync 都不是每部機的閃燈同步做到的 可以Capture 了 對 首先我以前是用HR3 是啊 那我試過是不行的 沒錯 最多是五千分一 是 都很配合的 就是你看一下你是用什麼牌子的燈 是 用什麼牌子的機 所以呢 有很多東西不是guarantee的 是 而我們都很深信件事是可以慢慢去改變 是 是 那因為我們都說了幾次 說這部機就好像Tesla 那樣 因為 尤其是說high speed sync 那個fresh duration 跟不同步 這些東西是一些閃燈的參數 一些改變時間的delay 那之後就可以靠firmware update來解決了 那但是最基本的concern 沒有機械快門 會不會影響到閃燈呢 唉 現在已經鋸了 是啊 那我作為studio攝影師曾經 在工作上面對過很多情況 是很難處理的 是啊 就是 譬如說什麼呢 我們拍一些水 嗯 滴一些東西下去 有水 讚開 那個形態漂亮不漂亮 要拍high speed的 要freeze一個很小的moment 那其實我們這些有photoshop年代的 已經很幸福的 就是我 齊分在一起 是啊 誰不漂亮就多一顆 那顆就不要了 以前的老人家已經秒我們了 但是現在我真的看到那些年輕人 如果用這部機 按實 一下 拍完 因為你是可以說 一秒二十張 保守地 其實 我們以前衰衰的 我都要試五六次 是不是 然後再攪一張 是啊 現在一次就行了 是啊 那對於一些運動員 或者跳芭蕾舞 那些模特兒呢 就輕鬆很多了 就是以前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 take 一二三 嘶嘶 跳一下拍一張 是不是 然後又要回電 又要freeze那個moment 現在是 你一跳一下連拍 然後就好像 你拍一條片 是 dumb screen 巴雷舞也是要說 是 就是以前呢 跳過 那形態太漂亮 那個樣子又未必漂亮 是啊 幸好我們也是有foto手 是啊 明明落地 那一刻就升高 提拉 是啊 這個樣子就移回節目 是 現在不用 不行的 跳多一次 是吧 是吧 你每一次都 起碼有三十張的 已經 因為你一秒裡面 capture 那已經結束了 就是落地之前那一刻 還沒倒臉 那一刻就用那張 是啊 那我們以前一天 拍一張照片的那些 job 唉 令到很高具技術的 或者很 challenging 的環境 更加下放 那我就 我想這個很好的機會 或者可能給了很多 新興的視頻師 甚至乎學生 可以很輕鬆 用很少的器材 拍到很多東西出來 重點 那當多次了 這部機 四萬五千元 其實我覺得 他賣六萬 我都不覺得貴 是啊 那 不過算了 你現在有錢 你都賣不到的了 七十萬訂閱 你已經遲了 不是七十萬訂閱 是啊 你遲了四個月下單 因為很多瘋的人 他在未報價之前 就已經下單 出了Z9都已經 已經有人下單 所以現在才買 剛才Nikon的高層 是嘴唇忍不住 要戳氣笑的 現在買 九個月一年 賤到手 就是這樣 外面的店 不接受訂單 因為他也保證不到 什麼時候搞貨 哈哈 因為我們也保證不到他 然後忍不住笑 我也想做生意 哈哈哈哈 先生先生 什麼事 你覺得這部機拍片來講 一秒一百二十格 拍照 可以當片出 是啊 無敵 拍照是拍片 拍片是拍照 我們撇開你 跟這個品牌的關係 先不說 你可不可以試一下 客觀地形容這部機的 拍片能力 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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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真的說得很好 其實我心裡還是很興奮 興奮到不知說什麼 很樂心 你會不會把你手上的機 換了這部 我就會用這部 一定會用這部 沒得說 怎樣好法呢 如果你問我 最重要的是 它的4K 一百二十格 之餘 它是全鏡片 它還可以補2.3倍 這個是 是啊 剛才我們都講過 正常很多牌子 要不補 要不不補 是 它現在比較強 變成我現在一支鏡 就可以補和不補 Cop 2.3 又是點對點 有4K 不補都是4K 所以這件事 我想 是不是很好用呢 超級好用 那現在的鏡頭 有沒有beaving 好像新的兩支都說沒有 我覺得就 就是 不覺有 你懂不懂拍drama 不懂 。